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Peggy 张佩芝 美国著名电影明星安吉丽娜·球莉 在宣布接受双乳切除手术之后首度亮相 参加未婚夫布莱德·比特的新电影 《末日之战 World War Z》在伦敦的首映会 一起去现场看看 在布莱德·比特的新电影《末日之战》的首映会上 安吉丽娜·球莉在宣布接受双乳切除术后 首次出席公开场合并接受媒体采访 她说 手术之后她感觉很好 她感谢来自各界的支持 我很高兴看到关于妇女医疗问题的讨论增加了 因为癌症 我失去了母亲 因此关于这个疾病的讨论对我意义重大 我对人们给我的友善支持非常感动 我真的非常感激 球莉上个月在纽约时报投稿宣布 她应带有BRCA1突变基因 让她罹患乳腺癌的几率高达87% 为了降低罹癌风险 她已接受预防性的双乳切除手术 球莉的母亲56岁时就因卵巢癌去世 球莉的阿姨最近也因乳腺癌去世 球莉的未婚夫比特表示 对球莉的决定完全支持 我非常敬佩她 当她面临一个问题时 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采取主动态度 去了解她有哪些选择 然后做出对她来说最好的决定 布莱德比特的新电影《末日之战》 《World War Z》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叙述人类和僵尸爆发大战 布莱德比特饰演联合国工作人员杰里·雷恩 他必须保护家人 并帮助政府军队抵抗排山倒海的僵尸的攻击 防止人类被毁灭 除了饰演主角之外 比特也是制片人 他说是他的孩子引起他对拍摄这部电影的兴趣 我的儿子很爱僵尸 所以我们就看《末日之战》这本书 我们发现这本书和其他以僵尸为题材的故事很不一样 他以一种类似流行传染病的方式看僵尸 这是有关人类生存和保护家人的故事 在预告片中 观众可以看到成千上万 速度飞快的僵尸对人类采取攻击的画面 可谓场面最为浩大的僵尸电影之一 比特的制片公司Plan B 六年前购买了小说版权 这将是今年夏天好莱坞推出的剧片之一 业界将密切关注电影票房成绩 如果表现亮眼 可能会再拍续集 成为《末日大战》三部曲 星际民航《Star Trek》是美国1960年代推出的电视影集 想象的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未来 描述人类科技进步 在太空探索新世界 并和其他外星文明接触合作的各种故事 过去将近50年来 星际民航影集断断续续播出700多集 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影集之一 好莱坞在2009年 重新推出星际民航系列电影 最近电影第二集 星际民航2 暗黑无界 Star Trek Into Darkness 在全球上映 赢得广泛好评 再次掀起星际民航热潮 最近一些粉丝专家 甚至NASA宇航员通过视讯 一起讨论这个影集 对美国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影响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60年代推出的星际民航电视影集中 著名的企业号星件原始模型 目前陈设在史密森航太博物馆礼品店里 史密森航太博物馆宇航项目 社会与文化领域负责人 马格丽特·维特坎普说 这架虚构的星件是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模型 名称的灵感来源 第一架航天飞机的名字其实就是企业号 主要原因是星际民航粉丝 在1970年代的大力推动 维特·坎普说 这是星际民航的影响力的一个例子 他指出 星际民航影集在60年代推出之时 女性和少数族裔要求平等权力的呼声 越来越高 星际民航对未来航天飞行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提供了重要的图像 也同时反映了60年代 人们对人类社会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希望 所以很重要的 在1966年 在企业号上的成员 有男性 女性 有不同族裔 不同国家的人 甚至还有个外星人 星际民航和历史一书的编辑南希·里根说 60年代的星际民航影集里 展现的科技已经成为现实 你能看到等离子电视机的第一个图像 你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机 你看到他们使用的通信器 就像是我的第一只手机 你看到蓝牙科技的第一个例子 乌胡拉在他耳朵里带来一个小小的蓝牙耳机 专门研发下一代航天飞机的 毕格罗航太科技的员工 麦克·戈尔德说 星际民航给工程师带来灵感 我觉得我们整个项目 类似于星际民航的精神 就是不断推进人类太空探索的界限 他说 毕格罗扩展活动组件 将在2015年在国际空间站进行测试 这个组件的缩写 B.E.A.M.Beam 也和星际民航有关 最新推出的星际民航电影 《黑暗无界》吸引了老少粉丝 这部电影的演员和剧本写作人员 NASA的宇航员和粉丝 最近一起讨论星际民航的吸引力 这就是这些电影和科幻作品 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就是给你机会 想象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想象那时科技会是什么样子 星际民航过去将近50年来 已经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预计它将继续激发人们 去想象和研究宇宙中的未知世界 最近很多科幻剧片上映 我们来看看威尔史密斯父子 共同主演的新片《地球过后》 或者翻译成重返地球 After Earth 这部电影由著名印度导演 M.奈特·沙玛兰指导 叙述人类离开地球之后 一千年之后发生的事 人类那时住在另外一个星球 在一次太空任务期间 一对父子被迫降落在地球 他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塞福尔将军和他的儿子基泰是唯一两名幸存者 塞福尔身受重伤 被困在船身里 基泰必须到一百公里外找信号器求救 但是基泰面临重重危险 一千年后的地球已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气候极冷极热 到处都是有毒的凍植物 威尔·史密斯13岁的儿子 杰登·史密斯饰饮饮碳 他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污染地球 这故事可能会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塑料 石油和化石燃料 地球受污染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 我绝对认为再这样下去 有一天地球很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 盖里特·莱斯曼曾经是NASA宇航员 但是他说 我们还无法依赖现有的科技 进行那样的太空旅行 就算我们在接下来十年不吃不睡 一直努力 我们还是无法带那么多人到太空旅行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最好能好好照顾这个星球 因为如果我们在有机会离开前 就很快地把它毁坏 我们将面临很大的麻烦 不过饰演塞福尔将军的威尔史密斯 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暂时不要紧张 先好好享受这部电影吧 很少你能够拍一部像这样的电影 让你的祖母 阿姨 侄女 都一起可以去看 这部电影适合每一个人欣赏 除了环境议题之外 塞福尔和基泰的父子关系 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杰登史密斯说 就像基泰 他希望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我只希望好好拍电影 不希望被看成是追随我父亲的脚步 不过威尔史密斯说 他希望能够把他所知道的交给他儿子 以及如何在好莱坞这个丛林中生存 这个丛林和电影里 一千年后充满有毒动物植物的地球丛林 相当的类似 我并不理解我 危险很真实 但恐怕是一个选择 《重返地球》这部电影 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注意 在许多国家 交通堵塞和汽车数量 不断地增多成为很大的污染来源 过去几年 有一家美国公司发明一种 叫做Tango的电动车 宽度只有一班汽车的一半 但是性能跟跑车一样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 这部尚未量产的电动车 在未来是否能够帮助缓解交通堵塞 和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2011年的最新统计 美国每年在交通堵塞上 浪费掉的汽油与工作时间 折合成美元高达了1,150亿 堵塞的交通 已经成为世界各经济大国 在资源浪费与环保议题上的 头号问题 如何来解决 一部宽度只有一张座位 名叫Tango的电动车 试着为此提供解答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 只需要使用不到一半的行车道 就可以行驶的汽车 你可以钻空子 或开在两个车道中间 因为它的车子宽度 比有些重型摩托车还要窄 他叫瑞克伍德伯里 是这辆宽只有39英寸的 Tango电动车的发明人 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斯波坎市的通勤族汽车公司的总裁 Tango和通勤族汽车公司的诞生 并不偶然 它和伍德伯里个人的上下班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Tango会出现的原因来自30年前 当时我在每天上下班的途中 被堵塞的交通困得动弹不得 而我看了看四周 发现每部车子里都只坐了一个人 当时我就想 这简直是时间和空间的极度浪费 小巧可爱的Tango 与一部加了顶棚的摩托车相似 只有前后各一个座位 乍看之下 很少人会将它与跑车联想在一起 Tango是一部超级跑车 它不但是一部能最快速 穿越堵车现场的车 即使在短程赛车道上 Tango也是最快速的车主之一 隐藏在Tango的底盘下 是两套强力的电动马达 共能够产生600千瓦的能量 相当于805匹的马力 而扭力更是惊人 高达每英尺2500磅 大约相当于5辆到其17缸跑车 Viper的总和 Tango诞生以来的第一位车主 就是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 所有的车主都不是简单人物 因为他总共只生产了11辆 这么低的产量让它的价格高达了15万美元 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承受得起的 15万美元只是因为低产量 当我们进入批量生产之后 我希望价格能够降到1万美元以下 目前伍德伯里还在持续寻找 能够让Tango进入量产的资金 同时也继续改良Tango的性能 让充电一次的行驶里程达到240英里 像这样一部城市电动小跑车 如果售价真的低于1万美元 谁不想拥有一部呢 美国万花统计者刘恩明 发自斯波坎市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 罗伯特·肯尼迪 不仅是美国年纪最轻的司法部长 同时也是美国民权和反腐运动的先锋 1968年6月5号就在他哥哥被刺杀 5年之后 罗伯特·肯尼迪自己也遭到刺杀 在这个星期的一周历史亮点时间 我们请到罗伯特·肯尼迪的长女 凯斯林·肯尼迪来谈谈他和他父亲的故事 我身后这所房子在华盛顿近郊叫Hinkery Hill 是一座非常大的豪宅 肯尼迪总统在1955年当上参议员之后 他买下了这所房子 将他的家搬到这儿来 后来他当了总统之后呢 就将这个房子卖给他的弟弟 罗伯特·肯尼迪 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是他的司法部长 当年当部长的时候只有38岁 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太太 叫Eso Kennedy 他们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两个人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一共生了11个孩子 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的时候 第11个孩子还在腹中 罗伯特·肯尼迪为什么会被刺杀呢 这其中的原因到现在 有很多人还认为是一个谜 凶手是一名叫做 Shehan Shehan the Ballast type 当时罗伯特·肯尼迪 正在继承他哥哥的脚户 在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内 他的呼声非常高 6月4号的晚上 他刚刚在一所旅馆 也就是他的竞选总部 发表完演讲的时候 走到楼下 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 拿着一把枪 对着他的后脑勺就连发了好几枪 当时罗伯特·肯尼迪倒在血泊里 他还有点点清醒 就问了说旁边的人没事吧 人们说没事没事 结果他就昏了过去 这样昏迷过去之后 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没有办法聊我父亲的死 这太过沉重了 我宁愿聊他的生平 他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人民公仆 是一个杰出的领导 我很小的时候 他非常关注腐败问题 尤其是针对一些压榨工人 劳动力的公司和工会 他会起诉追究这些公司的责任 要知道 那些人都是恶棍土匪 他们非常不满 我父亲追查他们 为了威胁我父亲 他们说要向我的眼睛破硫酸 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都不敢和同学们一起放学 因为害怕有人会伤害我 这也是我父亲教育我的一条 如果你要做好事 也是会有代价的 我父亲十分希望 我和兄弟姐妹们 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 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有一次去科罗拉多州度假 我父亲提议早去一天 这样我们可以去当地的 印第安人部落 去看看他们的生活 他们居住在泥屋里面 没有室内供水系统 印第安人的青少年 自杀率很高 他希望我们体会到 自己有多么幸运 我们对这个社会 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而他也的确以身作则 他在世的时候 让美国变得更加法治 促进民权运动 促进了1964年 移民法案的诞生 允许许多印度和中国 等亚洲移民来美国 他帮助我们国家 变得更富强 更多元化 如果我父亲还在世的话 他会团结不同党派 让我们退出越南战争 民主党也不会像今天一样 那么分裂 不会那么偏左 也不会发生后来 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 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如果我的父亲没有被刺杀 他很有可能当选总统 那么美国就会有个 更好的领导人 所以他的死 对整个国家来说 是个损失 对我们家庭来说更是 我生长在肯尼迪家族里 这个家族都是男人在竞选总统 男人在竞选议员 当机构的领导等 在我很小的时候 女人们主要相夫教子 我妈妈就生了许多孩子 那时候我们家里 并没有什么女人在工作 但是我的姑妈尤尼斯 创办了残疾人奥林匹克 这是目前全球最成功的 非政府组织之一 我的另外一个姑妈穷 当上了爱尔兰大使 在爱尔兰的困难时期 为他们带去了和平 不过后来美国文化变了 人们开始接受 女性的成功故事 这些都是在我们小时候 没有料想到的 好 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站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 都是Peggy VOA 就是P-E-G-G-Y-V-O-A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